我们俩从20开始,然后一直配合,然后互相进步我觉得 中国跳水队正在积极备战巴黎奥运会的比赛 本年度对于中国跳水队的运动员们来说,最重要的比赛任务就是奥运会 这是次年一届的奥运盛会,是全世界瞩目的 体育赛事也是职业运动员奋斗一生,渴望站上的最高舞台 所以说,每一位队员都会为了奥运会的比赛,全力以赴做出努力 而中国跳水队的队员们也都会认真备战,争取把所有参加的单项金牌收入囊中 而说到跳水项目,不得不说的就是全红禅和陈玉希这两位小姑娘 两个人都作为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在此前的东京奥运会上,陈玉希和全红禅就让大家记住了两个人的名字 在过去一个奥运周期的各项国际大赛中,两个人互有胜负,被外界誉为神仙对话 两个人断层的优势,让其他世界各国的选手望尘莫及 在女子十米台项目上呈现出来了统治级的地位 这也是让大家非常放心的一个比赛单项 而大家针对巴黎奥运会议论最多的还是全红禅和陈玉希 谁能够拿到奥运双金王,毕竟在东京奥运会上,全红禅拿到了单人金牌 但是双人十米台没有参加 而陈玉希则是拿到了单人亚军银牌,双人的冠军 而在巴黎奥运会上,两个人都兼报了单人和双人项目 这也就意味着,两个人接下来注定有一个人会成为奥运双金王 而谁会拿到单人十米台的冠军 这是最大的悬念 在过去这三年左右的时间,外界众说纷纭 有的说全红禅天赋更高,能力更强 也有的说陈玉希稳定性更好 两个人究竟谁能够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笑到最后 目前来看很难推测 而就在距离这巴黎奥运会越来越近之际 陈玉希接受媒体采访,也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意外的决定 读促,然后互相进步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奥运会上还是希望各自展现出自己的水平 展现出自己的实力,然后展现出中国体育的精神吧 决定陈玉希主动接受采访时,感谢了全红禅 因为陈玉希认为,正是因为全红禅的出现 才让自己能够不断进步成长 在失去西安大满贯总冠军后 巴黎奥运会对于全红禅而言,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倘若她未能在此次奥运舞台上夺冠 那么,陈玉希的时代或将正式开启 这种转变如同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 既充满了未知,也透露着深深的悲壮 然而,关于全红禅是否能在短短两个月内调整至最佳状态 这确实是一个难以预测的未知数 但我坚信,我们都应该给予她坚定的信任与权力的支持 相信陈玉希能够面对公开媒体向自己的队友表达了感谢之后 也让大家对于陈玉希肃然起敬 而她的这个公开摊牌的决定 也一定得到了周继红和跳水队的批准支持 这也是有利于内部稳定发展积极向上的决定 周继红没看错人 全红禅也更加感受到了压力 自己也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要求 感谢之后 感谢之后